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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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要指责他的小过失 从古至今没有品性十全十美的人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这个是我们看一般都是这样的 所以一个人他的德行不错 没有犯重大的过失 那就不要去计较他那个小过失 那么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大的生意 他的声望啊 名誉很大 那也不要去指责他的小过失 因为呢 这个世间上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有度量啊 去包容 容忍之过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下期再见